看采上来的荷花似乎还比较满意 接着邓君秋和朋友又来到不远处一条名为龙河的河边上 岸边除了芦苇就是生长得很茂盛的葡萄 在岸边邓君秋直接相种了几根葡萄 请朋友帮他砍了几毒灰来 荷花 葡萄 这样的食材在四面荷花 三面柳 一成山色 半成湖的全城济南十分常见 这就让记者十分困惑了 既然是常见的食材 为什么用他们做成的美食快要被当地人遗忘了呢 邓君秋做的第一道菜是炸霜荷 选择的食材是还没有绽放的白色荷花 和刚刚露出水面没有展开的荷叶 只有这时的荷花和荷叶才适合露菜 露菜 白荷花是最好 露药是红荷花 因为红荷花它有点苦的味道 但是它露药它要用价值比较高 做菜的白色比较清香 它不会说有小菜的口感 邓君秋从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开始开始学艺 学习制作卤菜 至今从业已经有快四十年了 像炸霜荷这样的一些传统卤菜 都是当年学艺的时候的必修科目 可是和盘四饼一样 会做炸霜荷这样一类传统美食的人越来越少了 现在吧是因为生活它就说改变了一些饮食习惯 这样的话有些菜它就说就像我来现在来讲 就是不但实行了 吃这种老味道的东西 就是我们还可以它店面要吃我们就要去做 邓君秋把外面的几层荷花一半一半的包掉 只留下中间最嫩的几片花瓣 把桂花酱抹在两半荷花之间加紧 接着处理荷叶 把多余的荷叶梗剪掉 再把腌好的肉馅包裹进荷叶里 炸荷花炸荷叶看似简单 但原料的选择要讲究油温的把握也要恰到好处 否则那个味道是炸不出来的 炸霜荷是炸荷花与炸荷叶的统称 接下来是准备奶汤菩菜 邓君秋把菩菜的表皮一层一层的包看 一直到里面最嫩的一层 手指稍微一用力菩菜就能折断 这一小节没有任何粗纤维的菩菜 才是做奶汤菩菜需要的部分 奶汤菩菜的做法也不复杂 就是将菩菜放入煮沸的奶汤中煮熟而已 说是奶汤 用的却不是奶 而是碎骨头熬出来的高汤 只是取其汤色奶白壮如凝脂的外观 无论是炸霜荷还是奶汤菩菜 两道美食都不复杂 而记忆贤熟的邓君秋 却都做得一丝不够非常透露 他似乎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把这种老济男的味道继续流传下去 荷花酥 盘丝饼 炸霜荷 这些都是济南的传统的特色美食 比方说这个盘丝饼 其实它大概从清朝就开始有了 算一算年度可真是比较长了 而且这些传统的美食 虽说有些都快被人遗忘了 但是还是有些有心人 在坚持做着这份手艺 为人们保留着老济南的一份记忆 济南的很多美食 都集中在全城广场附近 除了芙蓉街 在广场西边有个大观园 这个大观园就和南京的父子庙 上海的城隍庙 古建筑风格很相近 优雅别致 除了有特色美食以外 在这里还经常会举办一些文艺演出 民族的传统娱乐活动等等 而位于全城广场以东的宽厚礼 现在是济南人气比较旺 比较繁华的美食集中地 这里除了以传统的美食和文化为主以外 还会有一些酒吧茶楼等业态 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 全民消暑深夜食堂 东南西北麻辣鲜香 今年也是有哪些新热果 哪些美味最值得民去品尝 在一大道特色美食之后 我们一年一起 重归儿时记忆 感受文化传承 体验香愁难忘 财经提到暑期各国制作 也是全公月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好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消费权威发布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关于10批次防晒类化妆品不合格的通告 其中斯福兰上海化妆品销售有限公司 马鞍山太白大道分公司销售的 彼得罗夫轻盈防晒乳液 检出批件及标签未标志防晒剂 近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对皮具香包商品进行抽检 共计140批次样品 41批次不合格 其中标称浙江来历皮剑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生产的经历来旅行香包 行走性能等不合格 标称东莞市袋鼠皮具有限公司 生产的时尚风格袋鼠拉香 震荡冲击性能不合格 日前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布2017年第三期药品质量公告 37批药品不符合规定 其中标称吉林万通药业集团 煤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牛黄上芯片 重量差异不合格 标称河南老军堂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的硅甲胶牛皮原成分不合格 如果大家在消费中遇到什么新奇的事 或者是疑惑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